和我男朋友今年已经打算要结婚了 结果他突然跟我说他要跟我分手 他说他受不了我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话 每个女孩子从小到大的心愿 就是要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成为一个完美的新娘 因为每一个女孩子毕竟这一生 不出意外的话 他只结一次婚 那我肯定也想我的婚礼能够完完美美 他跟我说他要跟我分手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他跟我求婚 我们俩就订婚了 然后本来打算今年年底结婚的 可是他突然说他不要我了 他以前就是我跟他挺相爱的 订完婚之后他就变得特别作 是作吗 我就是想要一场完美的婚礼怎么作了 他就为了身材好一点 穿个婚纱好看一点 他就整天就吃一些菜叶子 那不是吃菜叶子 那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瘦身食谱 很多明星都是照这个食谱吃的 你知不知道呀 早上吃一个白水煮蛋 中午吃一个开始烫菜 晚上吃一份蔬菜沙拉 你吃个菜叶子就吃个菜叶子 你还拉着我干嘛呢 也得吃是吧 对也得吃那菜叶子 那他陪陪我 我不是有点动力吗 我一个人我也坚持不下去 我就是想要这么一场完美的婚礼 但我就觉得他不重视这个婚礼 我就对他这点特别不满意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订桌的事 我希望能请66桌人 因为咱们我觉得咱们中国人都喜欢6呀8呀这样的数字 我就觉得66它这个数字特别好 象征着我们俩婚后的生活能够幸福顺利 那我们家总共才多少人啊 总共也才二三十桌 你让我去哪凑这66桌人啊 这个挺蛮的 66桌 660人 你微信好友什么的都给他发问问看 你觉得但是请这些人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了 我先让大家见证一下 我有个幸福的婚姻 我这事没事 今天所有来录像的老师们观众们 管我们火车票 管我们住宿 我们去 为了你们的幸福 我们去 这个我同意啊 可以跟他们说他们不用带钱过来 来吃这顿饭就成了 不是那这个饭钱谁出啊 他们家出 你不出点 我们家已经出了我的嫁妆了 怎么还出饭钱呢 我跟你说的婚礼主题的事 你也给我定不下来 你整天的婚礼主题 就三天一换 然后呢 策划公司换了很多家 你知道吗 你要什么主题啊 我一开始想了一个自行车主题的 就我在网上看了一个特好的 那种环保主题 就老和新娘骑个自行车 后面车队就是自行车车队 我觉得这个很好嘛 他标心立意的 他妈就说觉得 这个有点上不了台面 不是传统婚礼 那行那我就换吧 我又想了一个那个 就是水下蓝色主题的 这么一个婚礼 就是咱们给每个宾客 都给他配上一个 就是潜水服 然后给他配个 那个氧气面罩 我们俩也这么穿 然后在水下 那得多为美啊 你说拍个照片 都那么好看了 那你们去哪儿潜 就是去找个水下的那种 就是一般那样 高级酒店 哪个高级酒店 能C660个人 不是在池子里 吃饭的时候 给他拼个66桌 然后下水的时候 就亲朋好友这么 来一下就成了 幸福是在争取 妥协和权衡当中 争取最大化的幸福 所以我说两个问题 第一 幸福是对方主动地给 不是自己野蛮的药 如果他今天答应了 你所有的要求 但是愁眉不展 你会高兴吗 开了66桌 但整个结婚一天下来 是阴沉着一张脸 父母确实是蹦了急 说着你嫁给我儿子吧 但不是心甘情愿 喊出来的 你觉得你能高兴吗 你说逼着别人说 赞美我 你说我很好 我是个好妻子 你觉得有劲吗 身价是别人抬出来的 不是自己要的 如果对方心里真的在乎 你他自己主动地 会去给你一个 你想要的梦幻性的婚礼 但如果他不愿意给你 逼着他要 你觉得有劲吗 所以说你这么一做 是自贬身价 话语说回来了 你们所有的婚礼几乎都是父母给的 车也好 房也好 66桌也好 那么你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 证明你不爱我 那我想说的是 如果他就是拿不出这套婚房 又或者是给不了你66桌 那你接不接呢 由此就说到第二个问题 爱情能否被证美 我曾经主持一个婚礼 高朋满座 放了N个VCR 全都是些明星 祝福某某某跟某某某某结婚 自己花钱买的嘛 人家根本不认识你 钱全是父母花的 你觉得有劲吗 而且他们亲口在我们面前说 我是主持人嘛 你是否愿意嫁给他 我愿 你是否愿意娶他 我愿意 事实上证明 他们俩都骗了我 他们最后就离了婚吧 有意义吗 爱情可以被证明吗 所以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 婚姻需不需要形式 需要 但形式不能证明我爱你 我还主持过一种婚礼 就那么几个人 夫妻两个人 亲手去买喜糖 亲手携请帖 自己去布丁房 所有的东西都自己亲力亲为 他们享受的是婚姻筹备的过程 而不是婚礼盛大的场面 形式证明不了爱情 再庞大的婚礼 不过是结给别人看 自己有几斤几两 你不清楚吗 我话说实在的 如果这个房子是一天攒出来的 今天攒一个平米 明天攒一个厕所 我认为那有爱情的沉淀 今天攒个方向盘 明天攒个轮胎 我觉得那车开起来 倍儿舒服 但是就你们现在这样的 所谓的形式的婚礼 一点意义都没 这婚还是不要结了吧 要结的话 最起码 得你们自己 沉淀出一点真实的东西 再去考虑所谓的婚姻 对不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